中埔两国拥有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双边关系 官方和民间都保佑持续不断友好往来与合作的期待 而在中埔双边关系中 澳门是一个极其特殊兜不开的话题 里斯本时间2021年4月22日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东方研究所 主办了名为中国澳门一国两制的网络研讨会 会上来自葡萄牙本土的六位顶尖中国问题专家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提出了很多富于建设性的观点 探讨了中国澳门的一国两制问题 及葡方在葡中关系中所应秉承的态度 为今后澳门的自治 葡萄牙与中国澳门间的友好往来与经贸合作 提供了新的思路 今次研讨会达成了重要共识 中国澳门及一国两制问题 是一个法理上无用置疑的问题 主权问题不用谈判 一国两制给澳门充分的自治和发展空间 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 创造了繁荣与稳定 葡萄牙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 鲁洛·卡纳斯·门德斯 对中国政治的自信 吸入了充分的肯定 并认为澳门基本法及自治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态势令人期待 同时也对一带一路及大湾区的建设推进充满了期待 研讨会上首先发言的 是前诸华大使何塞·杜瓦尔德 他指出 一国两制是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精华 习近平主席愿意保持一国两制 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澳门的利益 亦为中国与葡萄牙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 由于新冠疫情 中国的国际形象发生了变化 由有华循环转向了当前的恐华循环 动放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卡洛斯·蒙加尔迪洛指出 台湾将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的中心 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 也影响澳门和香港的内部环境 他强调 葡萄牙在应对中国政治演变问题上 必须客观而且谨慎 不可以人云亦云 来自里斯本大学高等社会学院 科学委员会主席 克克托罗曼娜 对澳门在旅游和博彩业之外的战略功能 进行了否析 他呼吁葡萄牙政府 必须通过真正的科学外交 加强与澳门和中国在科研领域的联系 自称自己是一个澳门人的 澳门欧洲研究所主任 何塞路易斯指出 外部因素及其不断加剧的趋势 令到香港一国两制受到挑战 相反澳门的情况是稳定的 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典范 来自里斯本洛亚大学教授 拉夫尔·瓦兹平托认为 在美国的推座下 西方关于中国的认知发生了转变 拜登总统不单只没有扭转特朗普的政治路线 反而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与价值 这将成为一国两制的一个主要风险 座谈会在严肃而又愉快的研究与探讨中 到达了微星 鲁洛·卡纳斯·门德斯 感谢发言者为更好反映一个 如此重要的政治问题所作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订阅